压倒 我说长的都挺好 就是岁数太大了 家养了狗 刘毅61岁 丧偶 住房面积56平米 退休金3740元 长的都不说 都不说是不是 就差岁数 这么的 这回呢我再给你介绍 我就还按照那样的条件给你找 就会给你找一个岁数小的行不行 那再给你介绍 那岁数你给我说一个地体的要求吧 52 59 就是上限59 下限52 刘大哥明确的给咱红娘 定出了择偶的年龄范围 眼前的刘大哥憨厚老实 咱红娘也得给她找一位 同样勤劳善良的女人才行 家住长春市 现在在经营一家小超市的 林立春林大姐 今年52岁 勤劳能干 无论从外貌性格还是年龄上 都符合刘大哥的择偶要求 林立春52岁 离异 无住房 月收入3500元 阿姨 你这个地段不错呀 对面就是长影是不是 对 对面就是长影 这个是挺好的 对 这长影是你后来对的 对了多长时间了 对快两年了 对了快两年了 你这价好像说的 是直播的价吗 对啊 学快手呢 你还学快手呢 学习 你学快手了还要 直播变现吧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梦想的人 我说总想干点 总想就是创造点价值 就是为什么学快手呢 就是一个人活在吧 他要么能给别人带去乐趣 要么就能给别人带去价值 知道了吗 我不想一天就每天就是白活 就是一生啥也没干 林大姐说 别看自己现在已经年过50了 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价值啊 绝对不仅仅局限在 每天经营这个小超市上 人一定得有梦想 是他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我的信念 我原来的梦想 我一说别就笑 我原来的梦想是当记者 因为他可以传播 就是很多修议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 我 但后来我觉得记者真的好难 我就是有一个挺有梦想的 因为小的时候在农村嘛 我不喜欢农村那种生活 十八九岁就结婚了 结婚了就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也没有教育好 然后孩子十八岁又结婚了 又生孩子 就那农村那种生活习惯 我真的受不了 但是后来就有个机会 就上长大的打工 就再也没回去 刘大姐从老家九台的一个小乡村 走到了一直梦想中的省会 长春市 算是实现了心中的一个梦想 可是对于当时才十九岁的她来说 诺大的城市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夜深人静的时候 唯有音乐才能安慰林大姐那颗漂泊的心 我特别喜欢韩某怡的那个就是 爱情长雨 就是说那个爱情就像暴风雨时代 其实爱情没有那么简单 每个人 现在的人生活不是说 都是每个人 就是爱情都是那么美好的 其实都一样 我是我想态度 对未来抱有无限梦想的林大姐 对自己的爱情也是同样充满幻想和期待的 可现实却总是给她一再的打击 以前我也很自卑 那你当时嫁给她的时候 你相中的啥 没有相中的啥 为了进城 当我跟她结婚会以后吧 我发现她说那些话都没有实现 她都说过啥 她说给我整户口整工作 你这年龄你们也不懂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没有真正的爱情 或者是为了什么 就结婚了 结了婚了以后了 我们这年代的人都是为了儿女 第一为了儿女 第二为了父母 父母也不愿意离婚 离婚了他负担很重 他也上火 然后呢 孩子也哭 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心太软了嘛 我总是心太软 真的我真是心太软 心软是一种病 失望至极的琳娜姐 最后还是选择了对生活妥协 为了父母 为了孩子 硬是委屈了三十多年 压抑的时间越久 她内心深处 对自由的向往就越强烈 孩子结婚了 大外孙也三岁了 有没有事了 我想离婚 也就是我自己吧 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 我想总想找我 属于我自己的那份爱情 因为嫁给她的时候 年轻嘛小嘛 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后来好像现在就是懂 就是说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男人 就是总想梦想想找到呢 不要胖子啊 就胖子不喜欢 就是干净利索的 就人品好的 别喝大酒的 耍大钱的 抽大烟的 这些也是我的梦想 我想找一个就是 也愿意干事的人 他脑袋的思维吧 他就不是说想在家呆的 你就在家呆惯的人 你要是说让他干事 他就 你怎么也低了不起来 人品好 无不良嗜好 还能跟自己一起做点小买卖 红娘觉得呀 留意刘大哥完全符合 之前红娘给刘大哥介绍的 好景兰好大姐 刘大哥说 她挺相忠的 无奈前妻临死时留下一言 不让刘大哥再找比她岁数大的媳妇 听媳妇话的刘大哥 自然选择遵守当初对前妻的承诺 那么今天这个52岁的林大姐 年龄以及各方面都符合刘大哥的要求 刘大哥呢 也完全符合林大姐的择偶标准 这两个人会不会擦出傻伙花呢 反正这个年龄我可杀人家 你不过来找的 然后 大伙子大伙子大伙子 这个就是他才的小乡 这个 来了呀 大哥 大哥你好 昨天简单介绍一下的 这是林立春女大姨 然后呢 这个书叫刘逸 你得叫大哥了 六十了 六十了 我这是今年少一份退的生日 一个月三千七百 我还要我 说第一车 你挺好挺好挺好 这人挺好 比头强的强多了 会打的 连人 连人 反正可以 你失望了是不是 也不失望 因为我这年来 也不是找高大上 两个人一见面 刘大哥对林大姐那是相当满意了 林大姐对刘大哥印象也不错 感觉到了被认可的刘大哥 自然是动力满满 妈这都是啥 啊 这都是我的事业证 事业证 哪个都有 这四零五零 四零五零给报销 对呀 就是 我四个证 哎呦我天 叔你干啥的 哎呀妈你这真是带着满满的成绩来的呀 是不是 你还带啥了 你这是 那不行我兜的小 那你还想带啥要不然呢 哎呀妈 这么的问题来你自己看看吧 看出在刘大哥的实惠劲没 刚打完招呼 就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的情况 都毫无保留的交给林大姐 你眼睛咋有点红了 有啥 上那个树林去剪砖 树林刮的 剪砖干什么 我家要装红 马上要装红 要装红去剪砖 那剪砖 你去买这个 把钱买呀 剪砖不省点 喝过日子 哎呦 喝过日子 叔就没看出来 你剪砖那里 千万能剪砖啊 上那外边那个工地 那个嘎啦河腾去剪砖 这就是说那意思 每个人干什么 他是提前有准备的 我有感觉 女人都有一种第六感觉 就是觉得他能对我很好 为啥这么感觉啊 女人都有第六感觉 你就是看见这个叔的外表 还有他那个刚说了几句话 嗯 那种诚实那种感觉 如果你跟他过 这个男人一定会对你很好 对 肯定能 通过剪砖这一件小事 让林大姐更肯定了自己的直觉 刘大哥的确是一个可以托付后半生的男人 他有上我家看看吗 行 行吧 上他家看看 看看姑娘啥意见 行 不托了 听到刘大哥的女儿和外孙都在家 林大姐心里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跟刘大哥回家去看看 自己呀能更安心些 这屋挺暖和的 这屋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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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姑娘的 这屋 啊 他不是说这个阳台打开吗 对 就把这一块给打 对 听到女人就是房子 嗯 就不是南北通通的挺压抑的那种感觉 东西有点乱 不要 开门 但是我觉得他女儿不愿意除了 好像有点不那么热气 他姑娘给儿子洗澡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是他爸 应该跟他打过电话说 在这个人要来的时候 是不应该洗澡的 最起码这是队长的一种尊重 林大姐说 他之所以决定跟刘大哥回家看看 一共就两个目的 一是看看房子咋样 二是想听听女儿的意见 到了刘大哥家后啊 本来房子就不是很称心 刘大哥女儿又避而不见 这让林大姐的心里啊 顿时就觉得特别堵得慌 我就是上班下班有时间 我就是做的小满满 就是好天的那天的咱俩就是 扯个手 晒晓风圆 溜个溜的 看那好东西 合适东西 买点口红的 买点眼门啥的 挺好 回家的 就是这种生活 但是我也能接受 你不让就放你 我说话 没关系 你刚说这句话 跟他小在上 是他姑娘平心 是不是 你看吗 你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 刘大哥和林大姐的对话 一直没露面的刘大哥女儿突然就从屋里出来了 刚洗完澡没敢让他出来 刚洗完澡 长得挺尊的 这小的 挺意外的 给他搅一搅头 我说给他整好 今天天儿挺好的 看一屋吧 看看啊 看看 看看 这屋是羊面 挺好的 等它装修完了就更好了 这是烂灶的都一撤 完了再整点窗帘啥的 刘大哥女儿的出现 让林大姐这心里啊 顿时就觉得亮堂了不少 看来之前是误会人家了 再加上林大姐彻底的参观完整个房子之后啊 之前对房子的不满意也都打消了 看着林大姐脸上由音转情的表情 刘大哥决定趁热表白 我吃个儿拿一点 稍微拿一点 我就 我也不会说不会道 你看行不行 这就是平时能干 干净利索 老实听话 老实听 都挺符合在前面 对对对对 我来做吃饭呢 我 做两点呢 那一会儿我就不去了 孩子一会儿上网课 然后你们就去啊 对于去哪儿吃饭这件事 刘大哥可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他直接就把林大姐带到表哥开的烧烤店里 既给表哥的烧烤店蓬蓬厂 又能让表哥也帮着参谋参谋 你介绍一下的吧 这个是那个林立春 然后今天我们给这个叔介绍的 谢谢你啊 没事 就是太实惠老实本筷 我就告诉你 看出来了就贼实惠 还贼能干 啥毛病没有 还听媳妇话还疼媳妇 那你就不说了 就是咱俩比如说要成家 比我对以前的媳妇更好 知道 做 为啥呢 做饭洗衣裳 我全给你包了 主要我不 没啥毛病不感冒的 不知道没啥毛病的 你就你的医生撑一撑 外边医生 什么背着背着呢 从哪儿我全给你洗 那你说那我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干啥我 你给你劳动了 不不不 你去改家 酱了 酱了 那个我们就先撤了 你不得把阿姨送回来 我走了 拜拜 慢点 然后你有啥事 跟我打电话 你走吧 眼看着刘大哥 这次找到了自己喜欢 年龄也适合的伴 红娘觉得呀 真是没辜负刘大哥的信任 心里也替她高兴 可是让红娘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 刘大哥就火急火燎的 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和林大姐分手了 哎呀 这可把我们的红娘给听懵了 这是咋的了呢 昨天俩儿不还是有说有笑 啥啥都满意吗 咋这么快就分手了呢 撂下电话 我们的红娘立刻赶到了柳大哥的家 说说咋回事跟那个阿姨啊 用啥 那个姑娘说得好看 怕呀 你一天平年岁数大了 你能养住眼睛啊 那当时咋不说呢 姑娘没有好意思 咱们先不问姑娘的意见 你说就问问你自己的心 你那个阿姨 你想不想用喜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的 我怕养不住 就这一句话 我当时说了 我说你有钱吗 他说没钱 我说你有房吗 我说啥还没图 你还整这事呢 我哭了 我当时就跟他哭了 他说的你别哭了 咱们就当朋友吧 就朋友我也不能想出 之前碰上个自己喜欢的 在这听前妻的话 咱就挺遗憾的错过了 然后上次跟你介绍那个呢 你说说自己心里呢 看着阿姨喜不喜欢 喜欢是喜欢 相媚相中 相中了 但是姑娘不同意 不同意 对不对 那你还得 咱也得听姑娘话呀 我现在暂时先听着的 没事 姨你就放心 就是这个事呢 我们也没想到 你说他俩都已经 你看都 你都没说那俩 俩相中了 结果刘叔这头 因为又听他姑娘话 又觉得说 嫌你太漂亮了 没事 阿姨 你就放心 等你的节目播出之后 就你这个气质 这个条件 他也不自信 一定 没事 阿姨 他不自信 一定有自信的输说 是觉得我就是能 给你幸福的 对 林大姐说 自己怎么也没想到 长相漂亮 竟然成了此次 相亲失败的理由 自己好不容易 说服了自己 降低择偶标准 尝试和刘大哥 接触试制 却换来这样的结局 虽说他最终 选择了理解和接受 不过他还是希望 刘大哥 在终身大事上 能随着自己的心 走一回 我跟你说 说 今天的第一 是你给我打电话 你跟我说 跟那阿姨 有了点问题 这是第一 还有一个 第二个 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你的节目 昨天晚上播出了 从昨天晚上 到今天早上 好几个阿姨 都给我们节目 做打电话 全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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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连刘大哥 自己都没预料到 原本以为 荆棘重重的 相亲之路 竟然峰回路转 出现了这么大的惊喜 昨晚正好播出 刘大哥 之前相亲的那期节目 憨厚老实 又疼媳妇 成为了众多大姐 相中刘大哥的原因 红娘也在这些人中 为刘大哥挑选出了 最符合她 择偶要求的人 二娘 哎天呀 哈喽 我是你从这边上 是不是啊 这几楼 一二三四 等我啊 杨丹 58岁 三傲 住房面积60平米 退休金2000元 昨天晚上我听说 没睡好啊 没晚上 是啥 咋的差 又啥没睡好啊 这不一考虑 就个人这后面生的问题 就是有点那啥的 心有点 想那事 到底是怎么 有点那啥 本身自己也是单身 找对象也很正常 但是觉得 一放电视 就觉得好像 哪里情面是那种感觉 实际倒是没啥 其实就是这个事吧 你应该把握机会 应该就是对你自己 应该负责后边生 实际这个节目 也非常 也非常收入力 也非常高 就这时间 就是说可能是 这个看不成 就可能还会给你接受 那啥 对 有机会的 就说以后吧 就是你这个机会 不能错过 杨大姐说 其实她报名 已经很久了 但是心里 一直在纠结 直到昨晚 看到刘易 刘大哥后 她终于冲破了 自己心中的障碍 决定为了幸福 努力一把 我为啥 喜欢她那哪一点呢 她不吸烟 就是嘛 不喝酒 没有不良嗜好 因为我也是 你看我从来 我什么麻将我也不打呀 不喝酒也不抽烟 我俩年龄嘛 比较合适 其实我心里当中 我想找十足的 但是其实她唯一 就是她对个 我不是太那啥 但是也无所谓 我也不想要下一代了 杨大姐说 她之所以会选择 老实本分的刘大哥 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 她觉得 听媳妇话 对媳妇好的男人 才是她 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我在经济大房卖药了 一直在药店卖药 跟你说 说一句话 我就是一个 很完美主意 但是就是说 通过经历的事太多了 就觉得吧 就是踏踏实实在 就是找个能 能真心 真心你的人 就是这种 我跟你说 其实就是 我也能看看一些事情 实际 有些 就是钱财 都是生外职务 就是不是 像我家仙人走了 她再漂亮再帅 她也没陪我到那啥呀 是不是 我们把杨大姐的详细情况 和心意都转告给了刘大哥 这刘大哥 听到杨大姐的各方面条件后 十分满意 迫不及待的 就要求红娘 带着她去见杨大姐了 我这担心 派姨呢 这个哪啊 她知道的 阿姨知道你多高个 她看过你的节目的 行 这现在就是 她这个 这个形 我就 这个 这个形象吧 我就给我心里面实际 说 咱自信点 我跟你说说 不是 不止一个阿姨 想中你 后几个阿姨 都跟我们打电话了 都说想中你了 那就说明 你还是有你的优点 对对对对 来 我检查一下 说 说 听我说啊 今天咱们自信点 没有邻居了 也没有姑娘 在小便那下了 没有伤眼的 你就凭着你的心 你就凭着你的心 你就看这个阿姨 相媚相忠 没有别人去 就是给你 去左右你的想法了 行不行 咱们今天 为自己活一把 自己的幸福 自己争取 行不行 行不行 行 当没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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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见过了 昨天晚上 昨天是见过了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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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我讲 就杨大 你好 行 两个人也不瘦也不胖 正好小瓜嘴尔脸 小瓜嘴尔脸 你身材呢 今天还行 挺好 身材也好 腰条 直流的 小瓜嘴尔脸 你给我这两个 眼睛不大不小 真好 有眼睛 有眼睛 这个有眼睛 这个好看吗 好看还行 那你说 我还有在担心呢 这个你看你相中了 那万一 要是姑娘觉得漂亮 漂亮啊 姑娘要嫌这个阿姨漂亮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你能给我过一辈子 该照的照 该翻脸也得翻脸了 也得翻脸了 或许是已经错过了 两次大好的姻缘 也或许是见到杨大姐后 刘大哥觉得杨大姐和自己年龄相差三岁 又是丧偶 再加上长相身材 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 如此优秀的女人 竟然主动先抛来了橄榄枝 自己今天若是再错过 那真是毕生的遗憾 我这个人是啥呢 比较就是说真的对生活吧 就是特别热爱生活 我呢就是对这个家庭吧 就是特别有责任心 就是把家里 就是首先那料理的干干净净 因为啥呢 你过日子干啥呢 你首先就这一点 必须得好 然后呢就是说再其次就是我 就是包括就是做吃的 我也有耐性 也特别 你让我为啥说呢 谁找我谁有福跟你说 真的 哎呦妈我哪有菜 其实我原来还开过饭店呢 有些菜就是炖菜啊 包括枪拌的 包括包馅儿面是啥我都会 我愿意吃面吧 可是没人给我做 那这个阿姨现在都会 你啥感觉 挺好 挺挺 这点挺好 了解的越深 刘大哥越觉得 眼前的一切咋那么不真实呢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幸福 自己今天可得好好把握 你看看袜子我拿着了 我今天他哪同意呢 同不同意呢 我给你拿着了 啊就带点小礼 啊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 我第一次见就送你这个 第一件面子 不是 送袜子的 为啥给你 拿五双呢 五双是个单 四双给你的是个双 哦 不是 这不拿地方去用心了 对对对 你就给我拿一双袜子也用心了 不行不行 一双是一双不行 杨大姐爽快开朗的性格 让一直紧张无色的刘大哥 渐渐的放松了下来 他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在进门之前 就一直担心的问题 我个人哪儿 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身高是多歇啊 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 没扬了 你这么就有镜子了 你俩自己别跟我看 你俩比一遍 我不是说了吗 熟应该是跟你一边搞 自己一边搞 行 是不是身高 没比你矮 不是 矮点也没事 再年龄行的肯定得找最少一米八零 大哥 那现在就是这个年龄吧 我也行 经历太多了 到这个年龄吧 就是晚年能踏踏实实过日子 找一个这样的 奔奔奔奔的 就可以 我跟你说 必须把人的挺着腰杆 男人 你就记住 咱们走哪儿 咱们也不服谁 咱们跟你说也不知道谁 就是说个爱 但是咱们是说的人挺不爱 你知道不 有了杨大姐的鼓励 刘大哥又说出了自己第二个 也是最后一个担心的问题 我就是担心我这个 就是你儿子跟你报的名 你前面是长得也不好看 你没有样 妈你看 行不行 倒是好说的 是吧 我就怕这个 就一个个奶 就这俩事 我跟你说哈 义哥 义哥 我给你把这一一给你解答了啊 我得我得让义哥有自信 那个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找的老头 不是给他找的 是我给我自己找的 现在孩子 我妈幸福 我妈高兴 他就啥说没有 杨大姐很是幽默爽快的 就解答了刘大哥心里最担心的两个问题 尤其是听到杨大姐叫完那一声义哥之后 刘大哥这心里呀 就跟开了花似的 你就得能信任我 肯定就是说你得你得挺我的 就是说钱得我管 这是衣服 我这衣服啥我都得我帮你买 你不能说你随着别人 上衣服上店买了衣服 你说一会儿拉链开了 两会儿这衣服 你这事哈 我赞成 钱 我的副作业给你照好了 生活肯定给你照明明报报的 我再出去 卡卡我都 又卡卡卡卡我都给你 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俩差不多了 登记了 比如说登记了 就把钱交给你们 人家给你做饭洗衣服 熟没别的优点 就挺话 是不是熟 我媳妇活着想 你知道吗 我比你举着对的 我媳妇活着想 比如说开 那钱开的钱得少 一百多块钱 回家我住我成一天 咱俩是说 就是说真是能解释解合到一起 我会保护你 我会保护你 我也不会欺负你 多谢多谢多谢 我都不会欺负你 我跟你说 真的保护你 就是我又要男人保护我 我又要保护他那种感觉 叔 爹去了一辈子 一辈子 这回有人给你撑腰了 我得展示吧 有人给你撑腰了 展示吧 腰还是撑不起来 撑不起来 那你啥时候撑起来 啥时候那啥 让你好好撑起来 对 这话在这 红娘相信 心地善良 处施果断的杨大姐 突然以这种方式 出现在刘大哥的生命中 一定就是为了来温暖刘大哥 这个需要被人疼 被人爱得心疼 咱俩比如说也成了 这个 这个 你给我掌头 掌头 掌头 行了把你交给我 那谢谢 谢谢 我相复了 相复相复了 就本来吧 今天是给叔相信 就怎么说着说着 就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 就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把叔 交到你手里头 我特别放心 假如说就是真成了以后 就是我是你媳妇 那你呢 你是我丈夫 你是我先生 我肯定给你就是穿的 也非常非常 我一瞅心里特别舒服 然后呢 你要说你家人呢 或者你孩子呀 或者谁见了 你看老头变了 你看你找这媳妇 媳妇你好 继续把他就改变了 我问你 你这个市场 市场离这多远 你说是早市还是 夜市 现在没有夜市 就早市 早市有个大市场 市场 你问这个还有 我有我的想法 你说说 比如说我要来 我成了 我得买东西 表面上不善言辞的刘大哥 其实内心里也是很细心的人 甚至都开始暗暗盘算着 他和杨大姐以后